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是因为没有可以直接翻整英文的形式 所以要发挥想象的设身处理的翻译方式 翻译字幕志愿者 也是一种最大的挑战 要了解原来孔孟的思想的说法 对当时的社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了解 那我们的那个用法呢 就是说对当时的那个了解 也要了解 可是呢 因为要使它能够在英文方面 使现代的人能够体会到当时他们的意思 所以这个对我们两个人和对翻译家 都是一种挑战 你这翻译是给我们现代人看的 那我们怎么样来争动历史 然后又来成功地把它来展现给方代的人 去了解当时的文化 他们的思想 所以那你们遇到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它的有没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哪一本书 你们遇到的这个 在这个画面 一直就很顺利 因为你们我知道是非常有经验 功夫老练的翻译家 但是我就想知道就是把一些 有没有让你们感觉到有些挫折 或者是有些压力 或者有些表达方面会有些困惑 会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 去让他得到最满意的这个答案的时候 有没有这么有经验 我们在学术方面都是有很多年的经验 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可是偶尔会有需要讨论 需要了解这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 我觉得任何人要是翻译四处 可能也是会碰到同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来克服 尽量的希望我们翻译四处的这些东西 使现代的读者能够受 我们还会觉得 哎呀下一次出版我们还可以改进 这个人就说我们已经尽为人的标准 我们尽量的达到我们的标准 希望能够达到别人 人无完人书无完书 对 我对他们写词 翻译那个词 翻译那个词 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你们是学的时候 是使用最多的 还是说popular 大家能更明白的 还是说更能够跟这个原文的迈持的 因为你现在是面对的是这一代人 我们当代 还是说我 你们有没有一个 自己有没有一些 小的一些 变调就是一些标准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说的一种综合性 对不对 综合性 可是我们常常讨论 我们希望我们的翻译 可以在读者 那个英文的 如果是中英的翻译 英文的读者的 这个 反应 是 产生 与原文读者 类似的 一个反应 哦 是 就这样的 那这个标准很高很高 很难很难 是 是 比较难 反正你不能只依靠词典 是的 因为那个 要考虑到你 你读的时候 那个原文 你一次读那个原文 你是怎么样反应的 是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那个 翻译 读者的心里 产生 相等的 反应 这个是 如果 如果有些绝对标准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绝对标准 哦 这个标准很高很高 很难 那我还想请问你们翻 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本书 嗯 你们最早翻译 就怎么学着吧 孟子放在最后面 翻译 嗯 孟子一方面在四书里边 可能是最长的 嗯 我觉得也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 对 因为他所谈到的范围 非常的广 嗯 因为他难度是他的语言 还是思想 去表达 还是他的长度 就是他的这个文字的行字 当然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跟他的文字 是联合在一起的 对 对 我 我还想 也是很有 我就看 我是一次看到这三本书 那我知道这个 翻译过程肯定不是一下子出来 就你们是首先选择哪一本书 让你们说可以 哦 然后有这种情怀 特别是像王教授这个 嗯 来 虽然是一辈子在研究 东方 我们说中国和日本的 语言文学 嗯 是哪一个 就让你们产生这种 愿意来把自己 这个把自己 关在家里啊 就是 来 静心 静下心来 来研究 看到 把它翻译成 这个英文的 哈哈 翻译成英文的话 大概已经是我们 一生做了很多这种事情 所以 不是 不是一种 呃 特别困难的决定 不是困难的决定 啊 然后 这个 主编先生 请我们 哈哈 反应的话 马上就答应了 因为我们都 都很喜欢 哦 是因为你们其实 是不是原来就是想 像这个方面去探索 然后刚好 嗯 有这个 约稿 所以你们就想 哦 是不是正用我的 像话 但是 哈哈哈哈 刚好也是 稍微有一点 相反 因为是 呃 编辑先生 呃 希望我们能够翻译 这些 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要翻译 就是 而且因为是一种 不太容易的工作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后来打印呢 后来打印呢 也是 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 找战 就是 也是一种 学习的过程吧 是的 是是 蓝帆 因为我知道 您翻译过 王安迟 师 对 所以我就想 你对中国历史方面的文化 对 这个思想 这个大疆思想的研究 应该是有点自己的理解 是的 有追求 的探索的 对 王安迟是另外一回事 对 因为我们跟大家一一听到王安池,就想到宋朝的一些问题,很多人都骂他,他是政治家主要的。 后来开始看了一下他的诗,哇,他的诗歌真美啊,真美,所以开始做了一些翻译,越上瘾了,动不动就翻好了什么一文字,反正很多人很好翻。 王安池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让那个翻译者很,怎么说,很取兴趣的一个写法,王安池非常注重他写作的结果,对读者的反应, 那我们对那个诗歌翻译,重量的,我们注重那个听众的或者读者的反应,这是我们的反应标准。 反应是不是说我能不能让读者引起共鸣,他们的思想能不能给他们启发,能不能给他们介绍就是你的理解,因为你的用词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呢? 我现在就是,我想请问两位老师教授,就是这个翻译,王安池,你们前面那个翻译,那个诗歌有什么不同吗? 肯定是不同,我们的翻译的不同跟原作的不同是怎样的吗? 对,这个是不同,对于你们来说,就是这个,因为它的题材也是不同,因为在这个方面你们就是,有没有一些,在这个其中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很,很意思就是很顺,好像,因为我,因为做,做的这个是一个很,很成熟的,一个翻译工作,应该是, 但是,在这个学问来说,但是,在这个方面,对那个,跟诗歌翻译有没有,有些,就是,句子啊,终句啊,段落啊,还有这个,经验啊,程度啊,表达,浓缩度啊,有没有什么意思? 还是说,我就尽量把这个句子扩大一点,还是说尽量缩短一点? 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由不了我们,因为我们只是翻译家,我们翻译的话一定要考原文的情况,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是,呃,转战清华的,是的,我们就由于那种开始的,传认出,那么,呃,四书是要表达他们的意见,是的,我们当然要按照他们原来的语言,翻译成表达他们的意见,嗯,是,对,这个是很重要,忠于原文,嗯,对,那你们有没有,就是, 就是,只是读这个基本是翻译,就还是要去他旁边的,分支的这些思想,要去了解,然后来去,去体会他这个过程,要不要,这个前面,就是你们开始翻译这个以前,要不要做一些别的,呃,一些,或者是旧的,新的一些探索,嗯,嗯,其实我们开始做这个,这个项目的翻译之前,好几十年的,那个翻译经验,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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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大部份都会预想到,就是说说可能会碰到的,n我们肯定是已经碰到,都已经有办法了 我说那个是在技术,在内容方面的话,当然我们这就算是我们的本行,对私立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特别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就是学习这些东西的,不是说第一次碰到他,因为这个是他的主秀,早都已经学习多了。 我们觉得我们和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国文学发展史,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没有缘呢。 那么这种兴趣对你们影响大吗,就平时生活对你们,就是对你们翻译,那你们的生活之中,是不是这种文化,中国的文化也是深深的影响,或者是对你们在哪些方面有些影响,就是像这个书说,很影响于本人。 你说了,对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所谓影响本人的话,当然,四处的思想,是影响了很多人,是吧? 那我们当然也是受过影响,我们希望翻成英文以后,对于英文的读者,也会有些影响,要不然的话,这几本书怎么会有传出久呢? 就是因为它的内容是一种世界性,有终性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觉得翻译这个是一种光荣的任务,是不是? 反正我们经常想到,这个三思经,这个头几句话,人是出新闻山,性相信,习乡源,我们了解到这个习乡源的,为什么习乡源呢? 然后可以回到那个新闻山,对不对? 用那个习乡源的了解来对付这个新闻山。 嗯嗯嗯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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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